上周忍者没有更新 因为和家里人去泰国华兴度假去了 泰国文化悠久 自然秀丽 泰国人热情友好 它是亚洲最受游客欢迎的国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泰国很便宜 在华兴一碗海鲜面只要人民币八块多钱 作为经济学者 我不禁要想 泰国为什么一直都这么便宜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中国的生活成本已经太贵 另外一个原因是泰国并不是都很便宜 只是游客接触到的人力服务很便宜罢了 我们在泰国待了五天五夜 粗略的账目是这样的 酒店一万人民币 来回机票四千 出去吃饭一千 买东西一千 机场大巴加室内打车五百 四小时的泰拳课程两百八十 总共一万六千七百八十元中 大公司占去了85% 各市本地商业仅仅分到了15% 当然国际酒店也会雇佣本地劳动力 致富政府税收等等 汇集更多泰国人的地方 但是小商贩的经营成本 也有不少进入了房东 供货商的腰包 经济学的教育告诉我们 经济体是一个复杂的动物 有钱人虽然越来越有钱 但是还有所谓乘数效应和捐低效应 能够汇集平民 可是我作为游客的直观感受 不是这样的 泰国虽然已经是新进的工业化国家 但是游客接触到的 机酒之外的服务业人员 依然蛮贫穷的 他们的收入相比整体旅游业的收入比重 感觉还在降低 近年来一种新的ClubMed度假村模式 把大量的国际游客 留在了越来越高级和僻静的度假村里 享受着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美酒佳肴 他们甚至懒得离开度假村 即便出去看看 消费金额也少得可怜 如果游客的消费是一个倒金字塔 那当地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本土人文消费不值钱也就不奇怪了 虽然不一定都能做到 但我希望自己在做未来旅行预算的时候 能考虑到自己的消费选择 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让更多的本地人能直接受益 首先我想降低酒店和机票 在整体开支中的比重 考虑有时住住民宿 并且在预算中纳入给服务员的小费 其次尽量不在酒店吃早餐 而是去本地的食肆 我还想多消费 以人力资源为主的体验项目 例如学习泰拳 冲浪 做泰餐 聘请当地向导等等 还有我们要多光顾街市 夜市 少去连锁店和免税店购物 我能想到的先就是这些 希望你也能在留言区参与到讨论中来 我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感谢大家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